一所欲言 朋友与熊 有一天 杰米和亚德这两个好朋友 结伴去旅行 当他们走到森林时 突然遇到一只大宗熊 杰米连忙爬到树上躲避 但是亚德不会爬树 他急得大叫 杰米我不会爬救我 但是杰米却不肯帮他 亚德只好躺在地上装死 不要过来 不要吃我 这时大宗熊走到了亚德的旁边 在他的脸上秀了半天 到最后终于离开了 我逃过一劫了 杰米从树上爬下来 他觉得很奇怪 他问亚德 刚才森熊在你耳边说了什么啊 亚德说 刚才森熊告诉我 不要和不顾朋友安慰的人来往 亚德一说完 就拿起背包离开了 再见了 当然这趟旅行也就不欢而散了 喻言小智慧 真正的好朋友 应该要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正所谓患难见真情 结束 结束